193县到110公里大约是在乐和部落的地方 发生了严重积水的情形影响到交通安全 乐和派出所的远景在巡逻的时候呢 就和台九县救难协会来协力 警民合作之下赶快把积水给排除掉 位在乐和部落193县道路大约110K左右 发现了道路积水的问题 乐和派出所远景巡逻的时候 赶紧就跟台九县救难协会协助 就在警民合作之下 很快的积水问题就马上排除 并且也会找出积水原因 发现后我们立即通知花莲县台九县救难协会到场协助 并通知李林长 事后我们会查明该出的积水的远因 以及通报主管机关来修复 台九县救难协会接到通知之后 马上派出怪手机具 道场协助清除泥沙 恢复正常通行 还有邀请怪手 协会出有弟兄有怪手 所以我们就出怪手跟负责指挥交管的部分 让淫里的部分可以清除 然后保持交通顺畅 台九县救难协会理事长说 近日没有下太大的雨 却出现了道路积水情况 不排除是灌溉用水的排水系统有问题 警方也会调查积水原因 赶紧通报相关单位来修复 记者高松双玉礼镇采访报道